嗨大家好我是Vic 我们开始吧 我们之前有一部影片有提到脚踏灯这个部分 而且也蛮多车友对这部分有兴趣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教大家怎么制作这个脚踏灯 这一次的脚踏灯教学会有点难度 所以我们分上下两集 上集的部分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去制作这个灯条 因为有些飞楦踏板它的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去拿市售的5050灯条直接塞进去的话 有时候是塞不太进去的 而且5050有一些街头处理的不是很好 所以变成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制作这个灯条 不过都不用太担心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怎么制作 下集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把制作好的灯条 告诉大家怎么安装到车上 所以不用多说 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 怎么制作这个灯条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材料 主要的材料会有 第1个 皇冠的LED灯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一定要购买 再来是这个 二极体 有没有看到 这个二极体 再来是 电路板 这个绿色的 电路板的部分呢 我会买酸面的 会比较好用 最后一个元件 是这个 CRD 我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实体 长这样子 这个CRD 是一个 定电流的元件 等一下 在解说电路图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 这个元件 真的很好用 我们来解说电路图 我们在制作任何所有电路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要先知道 负载 的状况 也就是我们需要用多少的电压 跟电流才可以使我们的负载 动作 一般我们的 环光LED灯 它的驱动电压都是落在 2伏特 以及它的驱动电流 一般常见都是落在 20mAh 常见的电路设计 都是使用串联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桌面上 这个电路就是串联电路 我们刚刚有讲到 驱动环光的LED灯 一颗是需要2伏特 然后电流是20mAh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 创三颗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里的 总压降是多少 其实是6伏特 机车都是用12V驱动吗 换句话说 12-6的话 还有6伏特 必须要去做控制的 以前都会怎么做 这里都会加一个电阻 下去做 压降跟线流的动作 可是呢 我说真的 如果你用电阻下去做 有时候我们机车这里的 总电压 不是只有12伏特 有时候会飙到多少 14伏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叫做 电压升等于电压降 再讲一次 电压升 会等于电压降 就是 VT 会等于这里的 V1 跟这里的 V2 所以我们的 VT 会等于 V1 加 V2 我们目前知道V2是6伏特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去计算 这颗电阻 要用多少电阻值 才可以去 两个 加总起来 让 我们的VT 可以落在 12-14伏特 而 这个电阻 一般我们计算 都是用 V 不过呢 我说真的 有时候 你不懂电阻的人 你要去做计算 是很麻烦的 因此我们今天 就跟各位介绍一个 更方便的一个零件 我们叫做CRD 就是这一个 电路图上面已经有 画出来了 我们这次 所挑选的CRD的 型号是 E183 CRD它的特性 其实是还蛮特别的 就是你只要 当电流流过去 导通的时候 它会产生 5伏特的压降 然后呢 它就会定电流 多少 18-20mAh 换句话说 这样子的电流 可不可以驱动 我们的LED灯 可以 原因 是因为 串联 都是电流相等 它的压降又落在 5伏特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V1这里的话 就是 5伏特 然后呢 二极体这边的话 会有0.7伏特 再加0.7变成 这边是 5.7伏特 所以 两个如果加总起来的话 是多少 是变成11.7伏特 是不是很接近我们的 12伏特 这样子的电路配置 你用在机车上面的话 是很安全的 另外这边我们再强调一下 因为CRD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它最少5伏特驱动嘛 但是它还可以 纳压到多少 24伏特 V2的电压 永远都是被固定在 6伏特 也意思说 当我今天这边 提升到 14的时候 它的5V 就会再上升 这个CRD的元件 是真的很好用的 你不用太担心 这些相关的重要元件 我们都会 PO一个网址 让大家去购买 对这个电路有兴趣的人 你都可以去购买 然后呢 自己尝试着焊接看看 接下来我们要把零件 放到这个 电路版 这个电路版 我们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 动动版 为了要让各位可以了解到 我怎么把这些零件 规划到这个电路版上面 我这边有用一个示意图 来跟大家说明 在这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到 元件都是有分正负级的 然后我们先来 让大家知道 怎么去判断 我们的LED灯的正级跟负级 你去买任何所有的LED灯 在卖场 他一定会有去说明 不过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没关系 我让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里 左半边这里 他的金属比较大 一般来讲都是负级 对 那右半边他的金属比较小 所以一般来讲是正级 你如果这个记不清楚也没关系 你可以记接角 长的是正级 短的是负级 再来是我们的二极体 二极体部分的话 他是有方向性的 一般来讲 你有看到这个 有一条白色线的话 就等同于是我们这个符号 就是这条线的符号 再来是我们的CRD 他其实也跟 我们的二极体也是有相同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 蓝色的一条线 其实也就是方向性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解说零件怎么规划到这个电路板上面 首先你要先了解电路图他是长怎样 我们刚刚有提到这是一个串联 所以这里是总电源进来 然后第1个先接二极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颗就是二极体 然后再来是接CRD 所以我这边 电源进来 我用红色的笔 OK 我们电源进来 OK 然后呢 这里去接CRD 我等一下真的真实焊接我会这样子焊接 我们会这样子接过来这里都是正负 正负 正负 所以这里流过来是先接正 也就是这一个点 我们要先接到正 然后呢他的负再接第二颗的LED灯的正 就是这样子 以此类推这样子接过来 最后呢 我们再把负极这样子 牵线出去 这样子就完成了 等一下我们会把零件按照这样子的示意方式 放到这个上面 焊接 也会这样子焊接 我们刚刚已经有先把零件都放到这个电路板上面了 有没有觉得 这个电路板的摆放位置 跟我们现在 所讲的示意图是很像的 另外这边我要跟各位讲就是 你要拿一支黑笔 去把电路板的大小 先用黑色的笔去把他贵化出来 原因是因为等一下你要裁剪的时候 是非常方便的 裁剪的方式很容易 你就是拿小刀 这样子去用力的去割出来 然后呢 再拿斜口钳 下去剪 剪完后呢 再拿这个错刀下去做修边 这样子 你就完成了 我们已经有先把一片 修剪下来了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么小片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些零件 全部再装上去 然后焊接一下 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 就施工一下 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已经焊接好了 有没有看到 整个 就是这么小片 而这里接线的方式呢 就跟我们这里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准备要做防水 的时候 我们要先点灯测试看看 真的有没有亮起来 哪一颗电池 我们来点灯一下 这一组是有亮起来的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换第二组 两个都是可以亮起来的 两个都是可以亮起来的 所以代表我们的线路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采用防水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 当然啦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防水方法 你都可以自己去用 那我这边的话是采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热容枪 所以你只要拿热容枪 在我们的 电路板的背面这里 我们开始 薄薄的去涂一层 这样子 就可以了 所以 施工上是非常的简单 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会拿一个透明的热缩套 这个在各大的电子材料行都可以买到 我们再把它做最后一道的防水 就是这样子 包覆起来 然后我们拿大火机 稍微烤一下 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把LED灯用坏啦 这样子 整个包覆起来 让它稍微 Q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里还可以再稍微烤一下 好 这样子 看一下它包覆起来的状况是怎样 其实是还蛮贴的 最后我们会拿热容枪 把这边的缺口稍微 补起来一下 这个要慢慢补 慢慢灌进去 另外一段这边 我们也会 补上去 尽量把防水是做好 防一些雨水没问题啦 那你不能说 这整个这样浸到水里面 这个是不可能的啦 但是就是尽量的去做 这样子的防水方法 就是最方便的 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全部都用完后 我们也会在做最后的测试 就是点灯 所以 我们必须 再点一次看看 没有问题 这一条没有问题 这一条也没有问题 这样子就 一切完工的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终于把这两条灯条 已经完成了 下一集 我们会将 这两条灯条 装到我们的 Fashion踏板上 然后 看要怎么去 安装跟修改 我们在下一集 都会告诉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 然后我们现在一样 打灯给大家看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收进去的样子 另外一边 脚踏灯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制作方式 这一条灯条 我们下集 的 我们下集